好,我來寫一下石濤的題話詩 我就不放得太大,不然這樣子不好寫,不好錄影 好,前面大概留一下位置,準備蓋影裝 上下也要留一些天地 好,這個野水白雲外,這五顏絕具 也用比較型書的寫法來寫 好,流暢度當然是非常重要,輕重 要盡量表現出美工筆的特性 水白,接下來 好,這邊勉強,我就不推了 好,有時候呢,我們雖然連貫 但是這裡代筆一定要很虛 然後再下一筆這樣子 這一定要主刻,一定要做出來 好,待會再來看全部的 好,也許白雲外 好,白有點偏幼了 所以我的雲呢,要稍微拉過來 好,拉過來 雲大一點 那有時候呢,我們跌盪了 讓它要有搖晃 這樣子置會比較有姿態 好 外 好 那外呢,外面的外 這個斷掉沒有關係 我就假裝從這裡過來 好,這樣比較有連續感 外面的外,我把它拉長 有點弧度點 好,也是連續性 最後整排是紫的 我們幫我看一下 整排要不要歪太多 好,再來 三坡 落、夜、稠 沒有看到了 至少一隻腳跑出來 這不太好錄 那三呢,我用 稍微一個傾斜的 行出、醜出的寫法 三 我連貫性 然後擺過來 然後 有一個傾斜的感覺 寫的扁扁的 稍微有點大 沒關係 落 落用比較草素的寫法 好,然後寫瘦長一點 好,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 讓一個波式橫向 落式直向 這樣子 比較有變化的一個寫法 好 好 入女胎 好 摺一下子 再來 落葉醜 好 葉呢 這個間隔 看人 人喜歡寬一點 我不喜歡太寬 會比較弱 葉醜 好 大概這樣 過來 輕鬆如舊事 好 大概這樣 它這個詩非常有畫意 好 念完就等於好 一幅畫在眼前的感覺 輕鬆 如 做一下 連續改 畫 舊事 好 舊呢 用比較草素的寫法 好 那我們寫字 一定要隨時要注意整體性 一個字 有時候寫到一半是還可以去改變的 所以說你要變 大 變寬 變窄 都可以 不是 一下就 屁屁屁屁 一下就出來了 4 好 這邊 好 4呢 有很多種寫法 我稍微還是 筆畫多一點 然後 沉到 尺中 否 沉 好 寫重一點 然後寫 筆畫稍微 要慢一點 跟右邊 剛好 一個 一個 一個動的 一個勁的 這樣子 好 再來 手要定一下 不然會暈 那邊 趕沉到 間隔距離要抓 要抓一下 大概 間隔 如果不行的話 別怕用目測 就要稍微 實際下面 墊個格子 會比較好 倒 好 尺 中 否 尺 寫 中一些 中 那很多條直線的時候要注意 不要避免長得一樣 你可以先 可以長 可以短 可以彎 這樣子 否 就是布啦 這樣子 然後 錄款呢 我就不寫了 最主要是主體 是這樣子 整體性給大家看一下 整體性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興趣 可以參考 那在我的臉書上呢 我會把這 排起來 放在連結 旁邊 比較容易去做 比較 這樣子